考试也是一样的嘛 你这辈子的成绩来 或者你这一次的考试 虽然都只有六十分 可是这六十分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考六十分 是我的地方有一样吗 不一样 就像刚刚说的 你运算结束后 可能答案都是六十分 可是你的加加减减的项目 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 就回到最根源 也就是所谓的深口意 你的三念里面 你的十善恶业里面 到底做了哪些善根 或是犯了哪些恶根 其实是可以从沾茶来 一窥就近 然后进而去改变它 所以为什么了解八字 你可以改运 甚至进而到沾茶之后 你可以进一步的去知道 原来我美事 过去的习气在哪里 我不好的习惯在哪里 我调整它就好了 好 那所以在沾茶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秉着 相信地藏菩萨的一个虔诚的心 心诚则灵 真的还是要跟各位说心诚则灵 你只要相信地藏菩萨 所传下的这样的一个法门 一摘茶之后 其实是需要去做唱会面对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因为我想要改运改运 其实实际上很多人去寻求所谓的外道 比如说我求神 给我加持 求某某东西来改变我的磁场 可是实际上能改变的有限 我不能说没有限 不然的话开音商品那么多 磁场那么多 水晶也卖得恰恰恰 什么都有 还是能改变所谓的磁场 可是那个改变只是暂时地 让你身边造了一个所谓的防护罩 可是那个防护罩呢 会随着你本身的业力生耕种 还是会慢慢地跑出来的 所以最后回到根本 很多人就说没有啊 我带了有用 可能带一阵子就没有用 或是我水晶放一放 好像感觉改运了 我前来了 可是我一阵子又没有了 一样 你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 是没有去解决的 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这个防护罩一旦不见的时候 全部打回原型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为什么了解了八字 先了解自己的人生成绩单之后 我们进而透过灾茶木轮 你了解我前世 到底做了哪些三个根之后 一定要去忏悔面对 为什么为了要忏悔面对 也很多人会说 我没有做错事 我为什么要忏悔 那是因为我们从上一次 整到这一世 早就忘记你前辈子 做了哪些事情了 所以你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是你只要愿意发自内心的 跟对方跟菩萨说 对不起我承认 我就是看到了 前辈子做了哪些不对的事情 我好好的来跟过去师 是被我伤害的人 好好来的道歉 其实你 所以你看很多市面上 长帝到八十八国 拜灿 有没有 还有大贝灿 山内水灿 洋皇报灿 为什么那么多的灿 各位有没有想过 都是在做什么 都在忏悔 都在忏悔嘛 那忏悔的目的呢 是什么 有没有想过忏悔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该生自己的错误 该生自己的错误 其实你们去想一下 只要人愿意打从心底去忏悔 其实你内心就已经开始产生所谓的窒息 就是自我反省 那你只要懂得自我反省的时候 其实你有很多的心胸是可以打开来 去接纳有很多的现象 你就不会去抱怨 不会去埋怨 你对于各种的现象 因为因果而探究因缘 你会放下很多的 所谓的我执 好去我执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 一样的道理的 其实学佛其实没有什么 太难的东西 也不是太玄的东西 他谈的就是 你要怎么放下我执 对自我去反省 自我修行而已 所以其实我们从八字扎茶来讲 我们想要改喻 你必须要改变自己 从改变自己聪明 灰灰灰也好 忏悔也好 自行也好 去了解我们自身分本问题 好好的去面对它 有些人就是习惯会恶口 就是会骂人 可是他坏习惯 因为他没有那个心 所以常常有些人会说 有口无心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的确有犯了那个坏毛病 因为那个坏毛病 你会觉得没什么吗 错 那个恶口的反噬的那个因果报应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你久了之后 他就会发现有晚年就产生了一些状况 那当然这个状况也发生在我们 我公公身上 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聊 你看他活到现在啊 他也觉得现在莫名其妙面临了一些 是非口语 他无法理解的 完全无法理解 可是就我所对他的了解 他的确在口业上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谨慎的 动不动就 很比较残自信的 太一招 真的非常的凶悍的 那当然跟他前辈子的习气有关系啦 那我们知道了之后呢 你想要改运没有那么难 其实要从改变自己开始 那你愿意深心的去改变他 你就可以做所谓的弥补跟不失 这是一起的 这真的是一起的 因为我们凡事求自行 不求外道 这个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 是是非非会从这个时候开始断掉 会开始断的 因为你原本也可能有很多的 譬如说我对这个人的连结是不好的 叫做恶缘好了 我都称为叫恶缘好了 我从反省自己之后 我就不再往外射 我就可能从自己内省 他是不是就会躺在这个地方 你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调整他 那当然善缘 善缘是属于进来的 所以如果你的善缘越来越多越多 你是不是内心这边的 所谓的磁场也好 或各方面也好 二的进步来善的越来越多 你这个我们才会在整个人生的运图上 才会越来越好 简单来说 你如果这样子做下去 下辈子的成绩单就是八字 就会不一样了 八字是成绩单 我要跟大家说 它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透过什么改变 进一步的话就需要再查来去了解 我们能改变什么项目 差别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会说 我学佛是不是在修行 然后很多人说修行我是不是要 躲在深山上啊 吃树啊 或者是念很多经啊 很多人对修行这两个字 看法都不一样 因为对我们所接触的知识也好 人也好 文化的教育也好 都不一定 但是回过头来 其实它只有一个精神 修行其实就是修自己而已 我并不是要再修什么 不是求神通 也不是求什么 什么都是你修自己就好了 但是要怎么修自己呢 一定要跟你的生活做融合 释迦牟尼佛传道四十五年那么多 就在梦琪传道 你可以去看他的佛陀传就知道 他有很多的道理怎么来的 他真的都是今天我遇到了你 来请教释迦牟尼佛 我告诉你该怎么做 然后你就回去了 跟你的家人 跟你所相处的事 做调整 虽然真正的精神 其实是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你改变就是要 我们人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 十一族群娱乐 逃离不了的对不对 那如果你说你要改变 难道你远离到深山去念经 词咒就会改变吗 没有 除非你真的要远离家人 然后到深山去当仙人了 不然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都远离不了 十一族群娱乐 这个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你要改变 第一个你要知道最简单的就是家人了 我怎么从我跟家人的互动改变起 当你从家人的互动改变起 第一个他一定支持你来学更多这方面的功课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改变 家人看到你没改变反而脾气更暴胀 他就会说你是走我入魔吗 他第一件的思绪就是讲这一个 那如果你生活中你发现 他发现你改变了 比如说 怎么好像你常常对我很叛逆的 对我大小声 为什么突然跟有一点那种 好妈我知道错了 我会改 然后我就说你吃错药吗 久了久了之后 你用行动来去表达你的改变 家人全部会知道 他反而会好奇说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 就会从反对到好奇到转知识 所以这才是修行啊 修行就是融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去改变的 但是还是回过头来 你要全部的去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才能改变 就跟刚刚八字一样嘛 有些人就是三观太炎的时候 就是嘴巴有礼不饶人 那我要怎么改 戒气嘛 所以从这边开始改 所以一定要找分源 我们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修到更好 那我要跟大家谈一个概念 有些人就说 我曾经啊遇过有个师姐跟我讲说 我好像修了一辈子也没有改运啊 你们有没有生命遇过这种人 那个没有用啊 你做那么多善事没有用啊 很多人这样说对不对 我就曾经很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连我妈妈也曾经骂说 求生问佛没有用 她说你阿妈最虔诚了 从年轻败到死 她还是一辈子这么惨啊 有什么用 我妈妈就这样回我 我就去思考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接触 这个库奔没多久嘛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身边绝对有这种人 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要跟大家砍一个观念就是 假设你欠银行一亿元好了 一亿喔 你欠银行一亿喔 你要不要还 要吗 那你欠银行一亿的时候 你生活会造成困难 不会的告诉我 会吧 这会造成你的生活上很困难 你会想办法的去 去赚钱 还钱 想办法去 省吃俭用 就改变了自己 对不对 好 你省吃俭用了一辈子 好好好 还还还还还还 还到剩下一千万好了 请问 你还清了吗 这个叫做欠债 对银行来讲 你就是欠债 到死了呢 还叫做欠债 但是你永远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你认为你有缓掉了吗 没有的 可是有一个重点来了 这个到了下辈子的时候 你的真是今世嘛 然后你的来世 你的来世呢 一出生欠多少钱 一千万 好 一样做了很多很多好的事情 去做改变了 搞不定我不用到结束的时候 过了几年我就 全部缓缓了 而且还开始赚钱 请问 这一世的人 他会不会收到改变 有用 会吗 会 到底就是这样子而已 如果你觉得他一辈子都没有改变 那么就算他业力太重 这是真是 这跟银行欠款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 你要想他的欠款从哪里来 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事 欠债不是只有跟银行借钱叫潜债 有些人会跟地下钱中借钱 立国帝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 讲一个比较直接明白一点 很多人是不是会去 庙里面 糾彩 好吗 然后你又来了对不对 那就要借款 你知道吗 是跟神灵借钱喔 是用你未来的福报 先拿过来借 但是 为什么他肯借 他要看你是不是信用良好 是不是平常有在做善事 有我就借给你 但是你中间有没有还他 可能你看收到发财金 还好 神灵真厉害 然后加死我 然后一下子 哇神灵大 大好 然后我就没做善事了 也没有去做更多的故事 还回去嘛 没有你没有累积福报 所以要跟大家说 你跟灵借借钱 你还款是什么 还福报 你没有累积福报 要不要还 要变本加厉 所以他就是这样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实际上是这样来的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为什么玩 大家要说 都从自己改变开始 而不是寻求外道就在这个地方 你寻求外道没有不可以 只有一个条件 你要加倍的行善积福 你要还吗 要还钱吗 这样OK吗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不是神灵真是慈悲的吗 为什么连这一点钱跟我计较 不是的 他借给你的叫做福报 不是真正的钱 他是拿我们未来的福报 去提早给我们而已 就是他不是借你钱 他是借你一个福报 福报具足的人 贵人运也有 财运也有 事业运也有 所以呢 是不是全部都来了 所以这个不得不去 一定要跟你们好好讲这件事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道理 你一辈子做好事 可是很抱歉 你就是欠太多了 所以到周老的时候 觉得怎么还是很辛苦 没有改变 可是别担心 所以我的福报不会不见 他会累积到下辈子 所以下辈子可能前期很辛苦 然后后面开始享受 但是开始享受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累积很多事的福报习惯 这种习气不会改变的 所以他慢慢的累积到下辈子来 继续做布施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比较 哎这是谁跟我讲的 这个福报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了 本来要讲 突然已经被打断了 不能讲 有机会再说 我觉得懂我意思喔 好 好就大概是这样子 先记得回到回到回到回来 学沾茶等于在学因果 你了解因果 你才有办法改变 你知道又改变了 你缺什么就要去做 所谓的累积福报 这是必要的 你缺哪一个 做错事哪一个 你就要去理我 你偷到你就要去护士 这一样的道理的 所以沾茶舞的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真的是要好好做 所谓的修行 其实入门功课 就是沾茶而已 没有别的 你看喔 一个大学有很多的必修课程 还有所谓的大一必修基本 灾茶它就是基本的课程 所以我们灾茶舞轮呢 跟大家复习一下 来进不去这上一堂课有说 它有三个轮向 对不对 第一个轮向在谈什么 第一轮向在谈什么 就是所谓的前世善恶根源 然后它有几颗 它有十颗 我们称之为善恶根源 好 第二轮向呢 善恶金重 就是今世善恶金重的变化 我写前体字可以接受吗 因为有时候我习惯 我不是大二人 只是习惯而已 那第三轮向就是菩萨给予的指示 那第一轮向呢 我们就有几颗 十颗 十颗 十颗的话有十三二页 第二轮向有六颗 十三二页 这十三二页呢 会根据我们今天来沾茶 你要问的问题 所呈现出来的根源 比如说有些人第一次 会不会叫做三世英国 这是最多人会问的啦 那沾茶出来 就会先明确告诉你 前辈子需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 或者是他问世 问财运 问健康 然后问夫妻感情 问跳槽等等的 他就会针对 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 所呈现出来的根源 根源 那你的根源呢 在这一辈子 他总是会变化的 就跟原经文一样 他有一个叫做 激喜久敬 这样的一句话 因为第二轮向 其实本来就是在沾茶 第一轮沾茶出来之后 我举例中 如果他是沙森 第一轮向 就是死哥一丢下去之后 还有出现沙森 那我就要看他这一辈子 这个沙森 从前辈子到今生 我做了是没有改变 所以如果他是呈现有两种状态 如果前辈子你带有沙森的业力 跟缘存在 但是这辈子转正呢 有没有可能 有原经文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不要不相应 可是 你不相应啊 也可以按照原经文 你就去拜餐 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完拜到相应 都无所都OK 可是因为在去年 我们其实有跟地上浩萨请示 说 其实现在的时代 阴间目前的时代 应该是要做所谓的一个调整 那这个调整会依照原经文的精神意涵去调整 那我想问大家 从过去世到今世 你所出生的生活环境 遇到的人事物 有没有可能影响你的个性 爸妈也会影响你 那影响不外又是生 口 意 杀生的人 前世带到这辈子的人 他名气容易暴躁 比较没有耐心 比较没有耐心 讲话很大声 喜欢吃肉 这个是他的特征 可是呢 这辈子他可能因为家里人的影响 搞不好这样他生的环境 因为每个人都是温温和和的 他有没有可能被爸妈教育 比起又好一点 所以在生口意方面 教育来自于观念 对不对 口呢 可能就是在人的互动上 我就告诉你 假设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就是不喜欢他这样子 所以他在口上面调整了 行为也调整了 所以呢 第二轮像 它有三颗 这三颗本来就是生口意的木纹 然后颗有红跟黑的面相 那红呢又有分长的红跟短的红 黑的也是 好 所以呢 秉持这样的精神跟更圆满 更中全的评估下 你的杀身在第二轮像 我们会直接拿这三颗生口意一起植 为什么 你要看他从今世的变化 是从哪里转正的 懂吗 这样懂我的意思 可能那行为还是很粗暴啊 身可能还是黑的啊 可是观念教育下 他女朋友强调下 他可能都变成红茶了 然后这样就变转正了 懂吗 所以第二轮的话 要用三颗共植 如果有人跟你说原经文说不可以共植 我们不用去争辩 没错 原经文就是要求 深夜就只能指深夜 口夜就只能指口意 口的轮 意念就只能指溢的轮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跟他说 因为地藏灾茶的目纹 是属于善巧方便法本 为了能够更完整的呈现 我们人在杀身这一块 能够更圆满 我决定好了 有没有人可能用嘴巴杀身 有吧 人家都可能对不对 那有听过的句话叫 要抱歉能杀死一只猫 那是一页吧 所以呢 不是杀身 不是只有行为在杀身而已 你讲话也可能产生杀身 观念也可能产生杀身 所以他为什么要通知 就是说 你要明确的看得出来 这个根源 他今次受到了哪些调整跟变化 会更加完善 更符合我们所想要知道 要改变跟忏悔的精神 忏悔不是只有忏悔行为啊 你的口 你的意都要一起忏悔啊 所以不用争辩 我们只是做了广义运用 跟弹性进阶应用而已 没有什么 但是指出来有答案不一样吗 没有 准的不行 非常非常的准确 第三轮向就是指那189个轮向指示 189个轮向指示 那既然我们通知了三颗木轮 我们第三轮向也让它更广义的去运用 因为早期 这个木轮呢 他在第三轮向在指的时候 是怎么指的呢 13次 我得出一个A数字加B数字加C数字 这就是189个轮向得出的数字 以前就只有一组而已 可是这一组很容易发生一种状况 也明明是问工作 结果他最后跟你叫做 就 那怎么说呢 就跟医疗有关的 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跟医疗有关 他跟我工作有什么关系 然后解的就卡在那边 那看的人也五煞煞 会觉得他不相应 好吗 前面好不容易都相应 最后都不相应 你要重新去拜神 他一定要重新去念前身火号 可能一整天下来都 只不到你再查过了 所以也一样 第三轮向呢 就会有一种东西叫做关键字 我们谈的叫做关键字 这关键字呢 一定会有所谓的人事实立物 你应用关键字之后 我最后就是 因为我多指了三刻 我一样乘上三倍 所以我就变成会有三组 这三组去统一的去看一下 第一轮 这是第二轮 这是第三轮 持出来的结果是如何 可以吗 这是复习上个礼拜 因为上个礼拜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速度有点快一点 但是它也很重要 因为要让你们知道 第一轮代表什么意思 第二轮代表什么意思 跟第三轮像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会建议 通常第三轮像也很像什么 每个寺庙其实有什么牵 牵痴 什么观念灵感牵 什么牵 它也很像这个 非常像 然后只是我们的指示 有三组 三组通看 你看看那个牵 不是牵痴就会下来很多的吗 嗯 其实它也是组合一起 给你的通看的一种方式 所以有些人说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指一跟二 我只指三就可以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OK吗 好 那我们等一下 我稍微讲一下 不论 如果你在三的时候 有什么注意的要点 跟 需要注意的效果 那这边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要问的 一二三 会吗 都OK 那有些人就问了 他沾茶多久可以沾一次 我多久可以来执行一次 如果你是问一二轮向 就所谓的三二根 我就会建议 之前第一堂课 我一直跟大家聊过一个东西 叫做健康检查 请问你今天健康检查完 定我 你可定外再去做一次吗 不会吧 为什么 你身体都还没有调理好 你身体检查 就是浪费钱而已 所以不会 这跟健康检查到底是一样的 沾茶也是健康检查的一种 所以今天沾茶的时候 建议如果快的话 大概是一个月 可以重新沾一次 但是正常的话 大概三个月一次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是改善的速度 快一点 一个月可以重新来沾 看看 我这次症状这么新吗 我可能想二根只有一项 我沾茶很快就改掉了 我一个月后再来检查一次 那我今天项目比较多 二根要改的项目比较多 就跟健康检查一样 镜头就多 那我就改三个月一次 那第三轮向 如果是单独的第三轮向 请问有没有人每天去庙里抽钱的 所以第三轮向就是每天可以做 第三轮向就是每天可以做 第三轮向有任何问题 你就用第三轮向来指 请世地上的菩萨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每天的 但是 会遇到有问题 有些人得出了三个指示之后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菩萨要做这样的指示 不知道从何做起 然后又想要回到这里来了 所以有时候完整一点 是一二三一起站 可是又考虑到前面 是一个月才做一次的 所以会建议 还是一样维持一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重新来斩查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紧提很紧提 非常需要知道答案的 第三轮向叫答案 因为我们去求签也是一样的 求签都是要一个答案吗 请问我可不可以跟我男朋友结婚 娘说要求签 请问我可不可以结束地生殖 求签 所以这都是要一个答案而已 你可以用第三轮向来做 没有问题的 像我那时候去龙山寺 我结婚的时候 我也想要有小孩啊 我就想问说去龙山寺 因为那时候我什么都没学 然后我就去龙山寺求签了 然后求到求子签 然后还拿不错的签 然后就灵验了 然后也说很快就可以怀孕 还真的怀孕了 所以还是要回回头 不管你是从山寺来问 还是从庙里面的签来问 他都是一个叫做星辰哲理 全部都是的 一定是星辰哲理 所以有时候设定准不准啊 跟你心 就是有关系的 OK 就跟意业有关系 好 好 然后就会为 这是频率的问题 有些人都问 沾茶 那我哪里可以 进行沾茶 我要在哪一些地方 可以进行沾茶 这个部分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第一个 只要跟三 五 这两个有关系的 都会分五行灵界 产生互动 你只要跟五行灵界 产生互动的情况 你就必须要谨慎 为什么要谨慎 为什么要谨慎 你今天说 你今天要跟五行灵界 你今天要跟五行灵界 有没有我请 我不是请了一堆神灵来 护法下来一样子做一些占谱 不行吗 可以啊 那就会产生一个问号 你确定你起来的是哪 你確定你起來是觀世音菩薩 你確定你起來是南大院地造菩薩 如果你看得到那就算了 如果看不到就不要亂起 就算你看得到你真的決定 是吧 所以要在什麼地方做沾茶 還是要跟大家特別強調 一就是來佛堂 來佛堂 因為佛堂畢竟就是已經有菩薩在各方面都在了 比較有正規的地方建議才能做沾茶 那最多最多最多 就是自己的家裡幫自己沾茶 不要幫你自己身邊的一堆 人家陸給你覺得很厲害 然後就跑來那邊幫我沾茶 不要 你會把人家的有的沒有的帶來不下去 千萬千萬不要 所以記得是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沾茶的話 一定要注意一些點 就是 要在佛堂沾 你要就帶朋友來佛堂 第二個 如果是自己家裡 那子方是誰沾 子方是自己 還有自己的家人 因為畢竟自己的家人也是跟自己是有所謂的六性關係 再怎麼樣 那都是你需要去協助的人 所以只有在家裡幫自己跟家人沾茶 就到此為止而已 那最好家裡如果要沾茶的時候 也要有地上菩薩的花香 花香馬煉 這樣就可以 那像我自己是家裡有公共地上菩薩 所以就都在家裡沾 那你是要幫誰沾 那你是要幫誰沾 沒有沒有 我自己的佛堂沾就是裡面 假如是朋友 那像我是住台南 那如果他是在公共地上菩薩裡面 那是在那邊面 對 對 就是可能到了 可以 你要不要來到這一日台南 成立一個叫做 地上在沙香湯 台南分旁 分鬼 是建立初期不要 初期 對對對 你未來如果真的有想要的話 我發現台南也蠻多心臟說 台南有沒有 台南有沒有 是真的 好 第一 對啊 就是你如果要做的話 沾茶的話 如果你在台南 我一般會建議帶著高雄博堂 然後還有就是 台中博堂 畢竟博堂其實它是有出一些結界的 對 所以我不是說不可以 就是保護 是保護沾茶的人 我為什麼要限制這些東西跟這些東西 目的是什麼 就保護大家而已 保護 所以沾谷這種東西 你除了騎請 供請地道菩薩之外 其實它就是做一個結界 做一個保護作用 沒有別的意思 就是說好像一定要來這邊 然後要幹什麼幹 不是的 基於保護的立場 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所以有很多人 有時候不知道 在外面沾茶 通通都碰到一堆 就茫茫這樣 對啊 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是 好啦 你考慮一下好了嗎 來來就交給你了 好 那我們這堂課先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堂課會進入 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要在家裡自己沾茶 你需要準備哪一些東西 然後它的步驟移軌是什麼 那第一次來沒有木輪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我們看一下 四組 那我們有兩種木輪 一個是塑膠 就是免費節緣的 那一個是練習用的 那未來各位如果真的想要 好好請修地上三茶法 我們有一套是 650是定做木頭製的 是650的 你們可以自己選看要哪一個 那650這個是紫光盤的 紫光盤做的 可以 那我們就先下課 然後 幫我按一下 按下這邊 按下這邊 請餐廳 請餐廳 請餐廳